一外,女排市井赛为结束央视就公布比分,大逆席获胜以往有热议,竞技体育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当中,为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激情和喜悦,也让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进来。 现如今体育在中国也是开了花,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有着中国队的身影,并且还能够拿到向国人骄傲的成绩,向孙良为中国带来了游泳奥运首快金牌,把米飞人松柄签,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,最为受到大家喜爱的应该是姚明了。 作为球员,姚明已壮的身份进入NBA为球迷带来了希望,并且入选了名人堂,球衣号码退役这些都激励着中国热爱篮球的年轻人。 现在的姚明作为篮鞋的主席,也是专心为了篮球,亚运会当中已经让大家出现效果,男女篮都拿下冠军,也重回了亚洲巅峰。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年轻的球员成为了核心,当然还有中国女排教练郎平,郎指导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教练,也是全世界公愿的,能够再次回到国内指教,也是让球迷们最为开心。 中国女排一直以来起起伏伏,郎指导也再次将女排带回了巅峰,世界杯,奥运会,亚运会等等国际赛事,德冠军也都已经拿回。 最近正在进行的女排式锦赛,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,中国队目前五胜一副排在小组第三,让大家看到了精彩的比赛。 而就在世锦赛赴赛一组德国队,对战巴西队,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,冠军级别的巴西队一领,先两局的情况下,惨遭德国队连续赢下三局,拿下比赛。 这次的比赛也是非常令大家意外,当然,这也正是经济体育的魅力,不到最后一刻,谁也不能够忽略各种可能。 不过,这次比赛当中有一个小插曲,那就是我们的央视五套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直播,估计看到这也的情况,已经和大家想的一样。 都以为巴西3比0拿下德国没问题,在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央视的客户端,就直接打出了德国0比3巴西的结果,并且在客户端当中还明确的显示比赛结束。 谁能想到这个时候,德国女排正在奋力直追,并且大逆袭战胜了巴西。 意外,女排是仅在未结束央视就公布比分,大逆袭获胜以网友任意。 然而这个小插曲却受到网友们的吐槽,作为央视体育频道,这样的行为有点不负责吧?央视好热性,不想直播了就直接叛胜负。 本来说是0比3,最后德国女排联席变成了3比2,也确实打脸了。 不知道大家对于央视这个小插曲有什么看法。 我认为要是0比6,4,2,8,4,2,4,4,3,3,4,4,3,4,4,5,4,5,4,4,1,4,3,2,3,3,4,4,5,6,3,3,4,3,2,4,3,4,3,4,1,4,3,4,4,4,5,2,1. 甚至是9,4,5,2,4,1,4,3,4,4,5,2,4,3,2,3,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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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5,5,3,4,5,6,4,4,6,4,5,3,4,4,5,4,3,4,3,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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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3,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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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0. 感谢观看